上个月,沙特王储的一趟亚洲之行,花费了数百亿美元。 除了经济合作方面的原因之外,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 据CNBC最新报道,沙特之所以会在亚洲花费大笔资金,搞好跟中国等国家的关系。 另外一个原因,可能是对美国感到失望。 众所周知,沙特是一个靠蔓营发财的国家。 如果他想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,为什么非得选择亚洲呢? 大家都知道,沙特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都挺不错的。 问题就出现在去年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记者失踪案。 当时,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都对沙特进行了严厉的职责。 甚至要对沙特进行惩罚。 这让沙特感到担忧。 其实他跟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,并没有那么牢固。 这也促使沙特开始向亚洲国家靠拢。 经过记者案这一事件后, 沙特跟美国之间,其实已经出现难以弥补隔阂了。 一直以来有著称霸国际能源市场野心的美国,很可能哪一天就趁机对沙特下手了。 如果沙特还把投资大部分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,将面临很大的风险。 跟中国合作对于沙特来说,是一个双赢的选择。 有利于沙特实现沙特2030年远景。 而且沙特的一位专家表示, 目前为止,中国在中东只想搞经济合作,没有政治上的意图。 这一点跟美国不同。 所以,沙特也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,才放心跟中国合作。 不过,沙特跟美国之间,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。 沙特王储到亚洲大肆投资这件事,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。 沙特王储刚回国不久,美国官员就跑到沙特谈合作。 所以沙特想摆脱美国,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。